乌冬顿巴斯地区连环遭到俄军炮击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 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用高精准巡应飞弹 摧毁了乌克兰四座为顿巴斯地区 乌军部队供应燃料的大型燃料库 俄军似乎下定决心 一定要夺下顿巴斯 而且野心还不止如此 美国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丁恐怕是不会轻易放弃 乌国首都基辅 俄国可能会借着和谈期间 重整部队并重新发动攻击 因为普丁深信可以重演当年 让车臣沦为废墟之后 扶植傀儡政权的戏码 目前不确定这些在重整的部队 究竟是要撤离 还是重整完会再度发动攻击 不过美国政府在30号释出勤资 表示普丁和俄国国防部高层间 紧张关系不断的升高 美国表示俄国高阶幕僚 畏惧普丁 不敢告知普丁战事挫败 军队损伤和俄国经济 受制裁后的恶化程度 导致普丁因为不了解战场大局 和俄军伤亡而犯下战略错误 不过对于美方的说法 克里姆林宫表示 美国完全误解了情势 可能会导致美国错误决策 最后引发不良后果 华语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